魂狮魂力提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等级越高魂狮 身上所蕴含能量爆发力也就越高 带给魂狮实际上增幅也就越强 但由于魂狮进阶之路十分艰难 因此能遇见并猎杀万年魂狮对他们来讲 就已经是一件幸事 更不要提那些修为高达十万年乃至百万年的 稀有高级魂狮了 否则当初的五魂殿前人教皇 千轩记以及嗶嗶东 也不会费尽心机 大动干戈全力绞杀十万年魂狮 蓝玉皇阿姨以及小五 小五母亲了 很多人都说 既然十万年魂狮以及猎杀魂狮所获取魂魂魂骨 如此稀有 那么当他们被魂狮斩杀之后会灭绝吗 毫无疑问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以当初天青牛莽 太太居然为力 比比东与五魂殿其他封号抖落合力绞杀 令两位十万年魂狮身受重伤 生活下来几率是个渺茫 因此在万般无奈之下 天青牛莽与太太居然两兄弟 才选择献击给唐三 成为唐三 后天锤第一魂魂 以及蓝衣草第九魂魂 助理对方直接双脚踏动 封号抖落积极 也正是因为两位魂狮强者献击 导致太太居然与天青牛莽 这个肘类魂狮直接绝技 再者便是抖一后期剧情中出现的神海魔精王 与魔魂大白沙 以及其他海洋魂狮类不同 神海魔精王实力一天拥有 99万年修为 整个大海之上 依旧只有着一只神海魔精王存在 唐三成就海神时 连续使用大须弥锤 大环等诸多底牌将神海魔精王斩杀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起 神海魔精王这个种类魂兽 就此绝技 这第四种 因为唐三而绝技了十万能魂兽 便是暗魔先生虎 暗魔先生虎 是整个陡落大陆最为罕见 稀有的魂兽种类 实力更是达到了半身状态 在遇到唐三之前 该魂兽物种就处于 几乎绝技境地 因此 被唐三击杀后的暗魔先生虎 也成为第四个 因为唐三绝技的魂兽种类 尤其是到了后期 因为魂兽贪婪 导致许多魂兽 数量寥寥无几 所以 不仅是十万年魂兽 被魂兽斩杀后 会销声匿迹 就算是普通魂兽 得到大陆魂兽 高频猎杀 也会变成